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算表現不錯 因為昨天台北股市已經漲400多點 那照理說 就算你今天稍微走一下整理 稍微就算拉回一下 我覺得這都合理了 那更何況呢 今天的盤還在漲 那目前指數的大漲快漲了100點左右了 所以我說台股今天算表現不錯 你會發現到整個指數 還在反彈的架構裡面 好 可是呢 如果你把指數先放一邊 你從今天整個內容的架構裡面來看 可能就未必是這麼好 你注意看 指數雖然這兩天 彈起來 你台北股是跌了將近快1800點 那我現在認為這個盤還是反彈 待會我慢慢來解釋 但是如果你從整個架構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你看那個面板股繼續創低點 有沒有 好 繼續再創波段低點 不管是友達或者是群創 一路再創波段低點 如果我們就從這兩檔 個股的融資來看 群創有差不多快58萬張的融資 友達有34萬多張的融資 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90幾萬的融資呢 全部都套在裡面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不是說只有讓你看到什麼 面板怎麼搞的一路在跌之外 這幾天大家都在喊的 比方說航運類股 長榮 陽明 也還好啊 有沒有 這叫大賺嘛 我看不出來啦 那除了這些股要之外呢 其實目前你會發現到 很多那種疊很深的電子類股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彈嘛 對不對 稍微修正管理有稍微動一下啦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啊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彈 反而到今天為止呢 有些個股 還讓我們看到什麼 好像有補跌的壓力在喔 好你注意看喔 很多股票都這樣嘛 有沒有 都這樣嘛 好 那到底這個盤現在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怎麼去研判這個盤勢 好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 我有跟各位講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禮拜 後面有什麼樣的一些重要的數據 它會影響到台北股市或國際股市 昨天我上節目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本週全球股市的重點 第一個嘛大家在等什麼 就禮拜四禮拜五嘛 聯準會主席鮑爾 他要參加全全球的央行年會嘛 那你到底 會對未來的貨幣政策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說法 現在大家都在等 但時間在禮拜四跟禮拜五 對不對 那以這個時間點來看 我昨天還跟他講 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他要公布 7月核心的PCE指數 那這個指數跟美國的通膨是最有關係的 除了這兩個指數之外 從昨天我就跟他說啦 從昨天開始以開發國家 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歐元區 美國 都要公布8月份的PMI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如果以這張圖表 對這個禮拜 全球股市會比較有影響的時間點來看 應該在禮拜四 禮拜五之後 所以這個時間點 還是呈現一個比較屬於是偏反彈的架構 OK 這昨天都講過 那當然你會說 老師你看昨天美國股是大漲 對不對 大熊繼續漲 高科技股也是大漲 而且創高 跌生的肺半 你看也是大漲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為什麼大漲 這就有趣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 一些比較解盤的一些 比較細膩的重點 好 各位 昨天我們說嘛 昨天開始呢 一些以開發國家要公布PMI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我們就從PMI的指數裡面來看 你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搞的 會這樣 因為Delta現在 在各國都出現了一些病例出來 造成美國 歐洲 日本的復甦受挫 所以以昨天公布的PMI指數裡面來看 美國的出估值降到55.4了 還在容估值之上 就是說PMI這個指數就這樣啦 你在50之上代表說你景氣還不錯 那50之下呢 代表說景氣就是衰退了 但是呢 8月 美國公布的8月份的 PMI指數 55.4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我連續第三個月下滑 而且是去年 12月以來的最低點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沒有繼續供喔 歐元區呢 它的表現也略低於市場的預期 那再來 日本8月份的PMI出估值降到43.5 哇 那個真的快速萎縮喔 因為它這15個月以來啊 快速的 最快的速度萎縮 所以它沒有占上50 對不對 好那你會發現啊 變化指數好像沒有繼續供啊 代表說你景氣沒有繼續再衝啊 那為什麼美國股市昨天會漲 這問題就來了 之前跟你講嘛 大家都在等啊 哇 你那經濟沒有那麼好喔 你是不是不要去縮減資金嘛 是不是大家在等啊 有這個預期在嘛 可是我問各位喔 當你的景氣沒有再往上提升 甚至已經開始有那種 萎縮的一些現象 那你股市在供的時候呢 這樣到底合不合理 那你現在到底是要Delta病毒去試虐 造成你的經濟不好 然後呢你聯準會 不要說資金比較好 還是說沒有這個病毒啦 你聯準會就按照規矩 把資金說一說嘛 那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不知道 我敢說啦 這個問題你不知道 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什麼樣比較好啊 所以我就說 聯準會現在也面臨到這個問題 他也不知道 什麼樣的狀況會比較好 所以呢 昨天美股在這個期待之下 讓你看到上漲 可是問題是 你不是經濟面上漲 所以這樣的盤勢 反而我會有一種想法 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造成什麼 停滯性的通膨 什麼要停滯性的通膨 就是說 你通膨還在 但是你的經濟卻是萎縮的 那這會對整個市場 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會有一個測標 我寫說 黃金如果是大漲的話 我們都要提防 這裡到底會不會有金融風暴 好 為什麼我今天會去下這個標 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的美國BMI指數呢 它已經開始慢慢有下滑 那當然還是在50之上 那市場認為說 可能聯準會就不會去收資金 那到底會不會收資金 現在等禮拜五之後的事了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會發現到 當你聯準會這地方 到底有沒有那個 會不會收資金 那疑慮出來了 所以呢 那美雲有沒有讓你看到下跌 有嗎 昨天美雲跌下來 可是呢 你要仔細看 你現在這個通膨的問題都還在 沒有說通膨減少 沒有 更何況 禮拜五要公佈 7月份核心的PCE指數 這個PCE指數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5月份的PCE指數呢 它是年增3.4% 符合一曲 創30年新高 5月份創30年新高 它6月份的PCE指數 又年增3.5% 所以那個通膨壓力都還在 如果說你這個數字 一直都在的話 就是說沒有什麼大幅的下降的話 代表說你通膨一定是在高點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們來看 之前 你會發現到 去年台北股市 這一段大跌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 病毒的關係嘛 對不對 造成什麼 全球股市全面大跌 那時候因為病毒的關係 會造成說 哇 你這個經濟可能會有衰退 所以股市反應完之後 聯準會開始放資金嘛 把這個資金一放出來之後呢 全球股市就大漲一大段 沒錯啦 好 那各位 你注意看 問題是你現在這個 當時那個時間點 它沒有通膨 那你現在這個通膨是在高點嘛 如果你Delta病毒在這地方去試 你也造成經濟萎縮 那你通膨又在上面 這會造成什麼 全球的人都生活會很辛苦 因為你收入沒有增加 甚至可能還減少 但是呢 之前沒有通膨 你認為說還可以生活 但是當有通膨出來之後呢 你可能生活會更困難 對不對 這會造成一個經濟 有這種現象 但是呢 當整個美元啊 昨天出現 稍微下跌之後 你會發現啊 它也沒有破月線啊 那因為你通膨都在嘛 那不管你美國到底 它會不會快速縮減資金 還是會在延後 現在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你美元呢 跌不太下來 對不對 可是呢 昨天 有一個東西是大漲 黃金大漲 你看喔 黃金昨天漲了1.25%啦 如果說你讓黃金啊 去過前高的話 黃金就會突破前面的高頂 那你去想一下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有通膨 你聯準後 未來還是會縮減資金 你美元再怎麼樣 就是說漲多稍微震盪 漲多稍微震盪 你美元也跌不下來 那因為你美元跟整個黃金是敲敲板 你黃金 你美元只要稍微撐強 你黃金幾乎都跌了 但是如果說你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黃金是出現一個明顯大漲的話 這就告訴我們了 這個市場上面很多有錢資金的 不管是機構或者是法人或者是個人 他們現在都貨幣啊 沒有那麼重視啊 就不太信任貨幣啊 反而去跑到哪裡 跑到黃金去當資金避風港的話 同理這要預防啊 這地方到底會不會出現那種什麼金融風暴 因為你現在到底聯準會 你說資金也不是 你不說資金也不是 所以呢我今天的測標 我會把這東西打出來 或許你就說老師你多虑了 好啦或許我多虑了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要把這測標先打出來 免得到時候黃金啊 反而市場資金啊 不太信任貨幣 全部都是以黃金為主 去做資金避風港的時候 那問題就真的出來了 所以呢要預防喔 如果黃金真的出現大漲的話 會不會造成全球股市 會有那種金融風暴出現 好我們先把話先講前面啦 或許你覺得老師多虑了 但是我覺得有這個跡象在 好不好 那現在整個台北股市 現在要怎麼去解 好這兩天就跟他講 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 因為這個禮拜有很多事件嘛 那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以後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還是屬於反彈波 好還是屬於反彈波 但是在反彈波的過程裡面 可能就要注意一個現象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有跟他說 台北股市因為你跌了快1800多點 跌升反彈合理啊 最近我也是看反彈 我覺得稍微讓他談起來有什麼不好 老實講這個旁 我不怕你漲 我怕你跳空跌 因為你跳空跌我很難下手 你漲起來呢 我們還可以去找到高點 到時候我們再去做避險 可是呢當你台北股市前面跌了快1800 你這裡又彈起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啊 這裡有一個現象他不會變 什麼現象 各位我們注意看啊 當初在高點的時候我跟他說嘛 破萬七江血流成河嘛 8月11號我可以跟他講 萬六未必是支撐嘛 結果這一波最低打到16248嘛對不對 差兩百多點要破萬六嘛 那現在談起來 你們說萬六是支撐啊 好我們來看嘛 萬六未必是支撐 怎麼樣 當初跟你說破萬七江血流成河 指數還在一萬七千六 那時候為什麼跟你講 萬七千萬不可以破 這是籌碼面的問題啊 因為如果說當時你萬七跌破的話 你的融資是套牢了77% 對吧 再來 8月12號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萬六未必是支撐 原因在哪裡 這有幾個因素啦 一個頭肩頂的形態 我說那時候我說這地方他在做頭肩頂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跟你說嘛 應該頭肩頂出來了對不對 出來你才看得懂啊 沒有出來我已經告訴你了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啊 同樣的破萬七的時候 你會有高達七成的融資是套牢的 而且那時候還有那個月季線 月季還沒有破季線嘛 我要跟他講 四天後月季線死亡交叉對不對 早就死亡交叉了 沒錯啦 好那各位很多東西都提前說 那再來 後來台北股是跌下來的時候 這地方已經死亡交叉了 當你越跌越多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融資越套越多 8月18號跟你說有86%的融資套牢 8月19號跌下來之後 還是跟你講什麼 有八成以上的融資是套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融資套牢 融資有減啊 我們來看嘛 融資不是沒有減喔 它有減喔 可是因為你減的幅度沒有比你套的 套的量來得多 所以當你指數越大震盪的時候 你套的融資就越來越多嘛 那減的不夠多啊 所以呢 那時候我跟他講 還有86%的融資是套牢的 所以你說融資有沒有減 有啦 但是減幅不夠啊 那再加上什麼 當你整個台北股是在反彈的時候 我昨天就跟你說啦 這看起來融資不會減 還會繼續增加 有沒有 結果你注意看嘛 昨天融資增加45億 有沒有 打死不退 該減肥的你讓籌碼沉澱完 台北股市繼續再出現上攻 那個幅度會更大 但我意思是你現在打死不退嘛 你最起碼都還有8成以上的融資套牢嘛 你現在融資又不減 還要繼續增加 那代表說你上面套牢的籌碼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說這個地方的盤勢 跌深有機會反彈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在多談一兩天的時候 它慢慢會來到壓力區 那你這裡到底要不要搶反彈 我們就直接來看 昨天融資金壓45億多 今天為什麼有些個股漲不上去 你會覺得很有趣喔 你看喔 昨天融資增加最多的第一名是長榮 電子類股裡面有大桶 好這檔我們就先不看 然後呢再來是華航 萬海 陽明 玉明 後面還有啦 長榮航 四維航 台航 全部買航運 對啊 昨天融資增加了幾乎全部買航運嘛 沒錯吧 好那再來喔 除了航運內股之外呢 這裡還有一檔星星嘛 除了航運內股之外呢 友達 群創 有沒有 你從昨天融資增加的個股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 不是航運內股 就是面板內股 那問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來看嘛 剛剛就說啦 看今天指數表現還OK很不錯 還在繼續談 那是因為什麼台積電在談 為什麼台積電很韓 昨天美光沒有跌啦 所以美股還沒有達到那種要補跌的那個動作戰 但是因為你美光沒有跌 所以造就什麼 你今天整個台積電在撐盤 可是當你台積電在撐盤的時候 就很有趣啊 你融資增加的股票全掛 是不是 是不是全掛 你融資增加的股票一路在創低點 我問各位這到底是有賺錢還是沒賺錢 然後呢 那航運類股裡面 最近大家講最多的就是長榮嘛 對不對 我就跟大家講啦 這一類型的個股 如果你看之前融資增加的時候是在這地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航運類股呢在漲之前啊 在昨天漲之前啊 在昨天漲之前啊 你融資還沒有什麼增加 到現在為止你這裡到底有沒有賺 大家都說大賺 可是你從那個融資增加的股票裡面來看 你為什麼看不出大賺 真的 你先想看嘛 跌了快一千八百點 每個頭顧老師都跟你說他是大賺啊 那你之前什麼套牢的被斷頭的 然後被斷出去的都不算嗎 如果跌了一千八百點 你到這個時間點你說你做多次大賺 我看法是這樣 當老師好可惜喔 真的你怎麼不去廟裡給人家拜就好啦 這麼辛苦 唐老師幹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什麼大賺 怎麼賺 怎麼賺 都這樣啦 有啦 航運類股有些股票可能漲比較多啦 但是在它上漲之前融資都是減到最低嘛 對不對 這兩天才在追看看嘛 你賺不多啊 因為最起碼你這支融資你賺不多嘛 你融資昨天才增加嘛 所以很多個股呢 從高點下來 還是一堆人在做到啦 那更何況很多電子類股 剛說過啦 你說有彈嗎 彈不太上去嘛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很多股票都這樣啊 那個補跌壓力還在喔 那些補跌壓力還在喔 補跌壓力還在喔 所以我說這只是反彈架構喔 你要買什麼 昨天融資增加的股票都沒漲 到現在為止一堆電子類股還在走補跌 你說跌很深的股票啊 稍微談一下有啦看到啦 談不多啊 上面套牢一堆人啊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啊 台北股是這兩天的反彈啊 會開始慢慢進入到壓力區 後面的震盪會開始更大 你不要到時候偷雞不找十把米好不好 之前已經提醒過你了嘛 高點都叫你賣你都不賣 到現在為止反正你也不會賣你還在拚命買 問題是你買到現在為止 你就看那個面板就知道了 一路套一路套一路套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 持股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說跌不賣 漲你也不賣 那你什麼時候要賣 那當然有這些問題 需要幫忙的你再打電話進來 那這個盤的操作面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好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叛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叛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叛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車貨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貨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等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不妨礙交通 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冷凍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繼續反彈 表現還不錯 不過我剛才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從一些內容的架構裡面來看 其實並沒有那麼漂亮 好 那當然這個旁 到底後面會怎麼走 我剛有跟大家說過 我今天去下這個標 是可能我也想得比較遠 但是如果說 因為你現在整個市場通膨都還在 如果說全球的資金 不是以美元去做什麼避風港 反而是以黃金去做避風港的話 好 那就是問題來了 所以我說後面可能要替反 會不會造成 美國現在林總會不知道要不要升息 他現在也不知道 升也不是 不升也不是 那如果說造成說 如果黃金在這地方去飆漲的話 同志們要注意 這個可能全球經濟會有問題 這個我們先講 反正我就留個測標 到時候我們再來做印證 那當然目前為止 整個台北股市的反彈 我剛有跟大家說 你從昨天融資增加最多的股票來看 不是航運類股就是友達跟群創 面板類股 結果這些股票 面板股繼續創低一點 你增加最多的長榮 今天也沒什麼動 到現在為止 談也沒談起來 然後你增加的第二檔 航運類股增加最多的華航 有沒有動 對不對 這不叫做大賺 好不好 這不叫大賺 那現在這個盤要怎麼做 其實今天在指數的部分 台北股市今天漲上來 我跟我們的會員講 因為今天這個盤是 看起來從結構裡面來看 不是很漂亮 但是因為台積電它會撐盤 所以我們今天不動作 好 那個還不急 等它再多彈一點起來 來到壓力區我們再做動作 因為這樣的做法就像什麼 我們在上個 我們在這個月的時候 八月份 我那時候呢 談起來在八月五號那天 你注意看嘛 八月五號在哪裡 在這裡嘛 是不是這一段談起來嘛 我們就去找高點的時候 再去做避險動 再去做動作 好 那你就不用急 談起來讓它談 我說我不怕你談 我怕你跳空碟 跳空碟我很難下手 所以當你談起來 來到這個位置區的時候 短短的幾單 你就有千點以上的獲利 所以你要去把握這個機會 當然這個機會 你要去找的是 能夠有邏輯性的分析的老師 能夠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不管漲跌都有理論依據的老師 不是那種 用喊的 我跟你講你再去抓那種用喊的老師 你會賠很慘 這哪什麼叫做用喊的 沒有理論依據 你想想看 有人之前跟你去講什麼 你看那個被動元件很好啊 對不對 結果被動元件是不是創低點 看到創低點疊下來了 趕快說 你看那個面板很好啊 結果呢 面板那時候沒疊的時候 叫你趕快買 到現在面板現在創低點 現在創低點怎麼辦 再喊其他的嘛 大家不都是喊韓運類股 喊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多保留一點資金 我覺得對你是好事 不要為了去搶一點點反彈 偷機不著會18米 OK 所以呢 整個指數的部分 我們已經累積了兩次 現在是第三次 我們要為第三次做準備 什麼叫做已經有兩次了 7月份當時在高點的時候 也有一千多點 8月份在高點的時候 我就說抓那個反彈點去空嘛 你也有一千多點嘛 那現在你台北股市 這個地方才剛談起來 我說這裡邊不急啊 但是未來這兩天 兩到三天的時間裡面 它會開始來到壓力區 同樣 如果你錯失了這個高點 去做避險的話 你後面會少賺很多很多 所以我建議你啦 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個股不知道怎麼操作 沒關係你再打電話進來 指數的部分 好好把握 未來這兩天左右 我們要準備開始拚第三次的千點 好好把握再賺倍數的機會 好不好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再來電資訊 好 我們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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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比才竟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